2024年已过半,马来西亚上半年各个领域增长势头强劲,表现亮眼 马来西亚位于亚洲关键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堪称商业与贸易的理想枢纽 拥有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卓越的港口,斯通巴达的公路系统 以及高效的机场,为物流运输和交通连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24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国内消费需求表现强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政府刺激消费,政策的实施,以及民众消费信心的恢复 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有效拉动了整体经济规模的增长 在汇率市场方面,马来西亚林吉特对美元汇率转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预计到年底将达到约1美元兑4.40吉特的水平 这种汇率稳定性对于马来西亚的进出口活动至关重要 它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 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空间 进而促进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消费领域,无论是零售销售还是家庭消费支出 均呈现出稳步上涨的趋势 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居民消费信心增强 家庭消费支出增长 反映出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及消费升级明显 旅游业作为马来西亚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疫情后逐渐恢复活力 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高 随着国际航班逐步恢复 旅游政策放宽 以及旅游环境安全保障措施的完善 海外游客数量显著增长 带动了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4年上半年 国际游客到访量相较于2023年同期 显著增长20% 显示出马来西亚旅游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和复苏势头 旅游收入在上半年达到了300亿马币 凸显了马来西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而马来西亚不断壮大中的中产阶级群体 和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 更是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商机 国内消费的持续升级 让零售、房地产和消费品等部门都从中受益匪浅 城市化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更是催生了人们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为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和酒店业 在马来西亚经济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纷至踏来 随着疫情后 国际旅游市场的逐渐复苏 加之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举措 该行业的投资前景更加光明